這個一定要拍的,不管他講甚麼都要拍的, 我們舞蹈界的大哥劉少明明sir, 各位好,我們今天要來尋找大官員, 我們要尋找一下,大官員在每一個人心目中, 有不同的觀感和想像, 你現在的大官員, 我都未找到怎樣,想像中是找尋中的大官員想像是甚麼, 所以不是找尋是想像中, 劉少明,我們是本人的文化節目, 以李孟為名的文化節目, 你身為我的夜校同學, 我們小學同學,現在讀到很久了,三十幾年了, 怎可以不在這裡找尋一下, 我便說,任你說甚麼都可以了, 今天先不是說了,我正在找尋中,甚麼是我的大官員, 那你有沒有少少線索? 如果這樣說,我是有線索的, 那個線索叫做找尋線索的線索上, 哈哈哈哈哈哈, 這些就是劉少明的文字, 明明明,我們看這種戲劇也好, 戲劇也好,舞蹈也好, 關於紅樓夢的,或者大官員感覺的東西, 我想都數了十幾出錄吧,至少, 我對大官員,對紅樓夢都是, 看很多次都不能夠整本看完, 為甚麼呢? 因為我覺得自己的想像力和文化程度, 沒有辦法去感受到作者的偉大, 那麽磅薄,那麽神奇,那麽幻想的, 不過他真的很細心, 那些佈局的人物, 而且他之前寫完每一段, 每一句詩, 都寫了將來的發展的變化, 而且將至神奇的東西, 能夠走入至生活真實的東西, 這個東西是慢慢大過才知道, 整個佈局在那裡, 你們搞文學的就知道, 真是很偉大, 所以後來很多人都是, 只能夠在他裏面找一些精神的點點, 已經變成一個很大的作品在舞台上, 他的點點滴滴, 可以影響到我們去發揮的, 但不要說他那麽大的佈局, 要說一下, 曹誠淵這個找尋大官員, 就是古今不分的, 你我都可以代入的, 每一個人都可以當自己是假寶玉的, 或者林黛玉的, 阿明sir, 你有沒有當自己是誰呢? 如果是, 我不會當, 我找不到, 找不到, 我想每一個角色都有機會, 在生命裏面投入他, 每一個角色的片段, 是, 那便美麗了, 完美了, 如果真是你說多有意, 我好高興, 所以是老同行, 你這麼說, 因為我覺得我可以投入很多角色, 你怎可以認定哪個角色, 因為他每一個都是那麽豐富, 但是, 你不能夠讓到擁有的, 只是擁有這些, 很接近他, 可以可以捕捉的, 是, 捕捉的, 你已經是滿足的, 是, 已經是充滿了, 充滿了, 神奇神話, 浪漫, 悲劇, 和一些前面不清的一種情懷, 不是, 我覺得呢, 這是你文學家身, 不是, 這是生活和生命的一種感覺, 是, 我會認為, 好像今天這樣, 我們看到一個是, 作者, 在這個編導, Villy, 曹誠軒, 曹誠軒, 和王志強的十四件衣服, 十四件衣服, 和今天報警的設定, 是, 燈光, 都是顯出, 每一個, 每一個, 獨立單位, 和每一個總編導, 他們, 各司其發的, 各司其發的, 每一個感受, 所以說, 一個偉大的作品, 精神可以影響到, 每一個參與一個作品的時候, 各有各的感受, 發揮出來, 組織一個作品, 我們去感受它, 感受它每一個片段, 當然, 這個總結, 為何我們三十幾年來, 就是永遠還在讀夜校, 實在, 每一個表演, 每一個表演, 肯定都有, 可敬可歌可憂的, 可喜的片段, 你說的感覺就是, 我覺得, 每一次看, 欣賞到一些, 很出色的藝術家, 他的作品, 他的演出, 不論是舞蹈家, 或是歌唱, 或是編導, 我都覺得, 我覺得自己是, 是越來越年輕, 所以有些, 不知別人是怎樣感覺, 我是感覺到, 我越來越美麗, 因為他的美麗, 是呀, 因為我們林彥黎姐姐, 最終要說, 美麗的靈魂, 劉少明, 都在捕捉下, 亦都是, 我是很高興, 雖然你不是幾舒服, 我好舒服, 非常舒服, 你身體不是幾舒服, 我心靈很舒服, 所以, 這些夜校的課程, 我們是永遠不會放棄, 間中我們, 都可能是在那裏講書的, 不論你說話, 所以夜校課程, 有些東西不是幾明白, 夜校課程就是說, 我們在看夜, 每一場的表演, 不論是中國的, 外國的, 是古代的, 現代的, 他都是, 在演出時候, 都比我們, 在晚上, 可以感覺到黃昏, 亦都可以感覺到, 朝陽, 亦都可以感覺到, 陽光的, 亦都可以感覺到, 深夜的, 你有奇不奇怪, 他將他的時間, 將他的時間, 擴大了時空, 給他投入去, 去欣賞, 別人的技術, 和自己的美麗, 哈哈, 哈哈, 和你, 應該是, 不知是說什麼, 尋找著大觀園, 尋找著大觀園, 一種幻想, 一種理想, 是我們兩個之間, 彼此, 我想告訴大家, 怎樣分享, 先讓我們說, 去學, 去欣賞, 你懂得欣賞人家的美麗, 自己就會幸福, 是的, 當然要, 我們找尋幸福, 找尋大觀園裡面的, 一種文化, 一種美麗, 我們現在是, 大觀園同學, 今天, 今天覺得Villian, 這個作品, 我覺得是, 很多感受, 給我感受, 我不出力, 說什麼, 我覺得很美, 因為他沒有定格, 他沒有定時故事, 他不定格, 就等你埋位, 定了格, 就很難埋位, 可以使你去找尋, 你自己共識的地方, 你一早已經埋位, 在外面花園, 跳的時候, 你拿你手機, 你好像做我們Kelvin那份, 在錄影, 我很少, 很少拍攝的, 但是覺得, 他們每一個, 很投入這樣拍, 好像忽然一個, 活動的雕塑, 很難是, 演出前, 在戶外裏面, 造成很多, 十幾二十個雕塑, 每一個雕塑, 是代表了一種美, 而且用演員的形體, 用服裝, 和音樂, 來做成一個, 動的雕塑, 開始動的雕塑, 在動的雕塑, 來到這個劇場裏面的開始, 我覺得是值得讚賞的, 是很好的主意, 不過, 較為可惜, 抗音器的音樂, 慢慢是, 因為, 空角, 他不知道空角這麼大, 他以為抗音器很大, 也不知道空角很大, 所以, 一陣子告訴你, 他試的時候, 他可能沒有人, 他會覺得大, 他怕吵人家, 是的, 這個就是我們葵青劇院, 一個, 真是, 很難得的, 混用的地方, 是的, 今天看到Villy, 將外面全部全部沾沙來用, 變成他的劇場, 嘩, 外面的門口, 每一條柱, 每一個街磚, 一直到舞台上, 每一個燈光拍裂, 都能夠用到, 即是, 真正運用到, 整個舞台內容的構思, 來幫助一個作品的發揮, 因為今天都要讚賞, 你的讚賞, 是很重要的, 不是, 他是我們大哥, 我希望這樣得到大家分享, 這些幸福, 幸福, 不是, 就是我們補充這句, 我們老同學, 我們情不至今, 跟著人物, 隨便吸引我們, 就好像假寶玉, 情不至今, 跟著他們進劇場, 是嗎? 是, 那是很好的效果, 是嗎? 我覺得, 你這樣說, 你根本投入了, 你挺好, 觀眾就會, 不是我們做甚麼同學, 不是, 觀眾都是同學, 他們是感受的, 下一堂再見, 下一科, 我們有沒有見見?